那么说成美丽的誓言 奋劳的流言 一切的光源 万一的感言 心怒爱的算命苦了些 却不惜感受万千 一切为了娱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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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一的碰撞 鱼金周星驰晒合影 网友盼合作 如果有合作会告诉大家 三角闹剧何时了 王大志被指脚踏两只船 娱乐圈老模再发功 刘德华挑战忙吃货 看不到东西还要吃 杨幂首当制片人早调侃 化妆技术回复神功 女性性感腹肌 居然可以活得出来 雷神军团来报到 节目债男团玩爆喜剑吹 各位好 欢迎收看《玻璃》 是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陪兴 大家好 我是狗斌 这两年我们中国电视 其实非常的火爆 你看从去年泰肿到今年 这个信用票获获片 是 哇 杜哲票房都数十亿啊 但是 但是 虽然票房很好 这拿奖就好像不是很给力 在刚刚举行的这个 香港的亚洲电影大奖上 中国影片呢 只有这个娄业的《浮城迷世》 还有梁朝伟周迅主演的 《听风哲》有拿到奖 让人觉得还蛮遗憾的 是有点遗憾 不过还好 我们有这个徐征的泰肿嘛 人家获得了这个 最高票房亚洲这个电影大奖 个人觉得这些更实际 你知道吗 但是说到这个票房 我有点疑问 杜哲 刘兵 我觉得现在这些 《浮城迷世》不是还在上映吗 是啊 那打败太久 不是时间的问题吗 在这一点上 人家徐征在领奖的时候 就给出答案了 人家说了 哎呀 这个西游的票房呢 跟我们已经很接近了 我们非常的感谢 亚洲电影大奖 能够在他们 赴我们的这个票房记录之前 把奖赏给我们 我真的明白了 就是什么事都得赶扫 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到徐征跟周兴时候 我倒是有个蛮大胆的设想 如果说他们二位一块合作 这个票房不用说了 那就是二十几亿 没错 那就是好汉 对好汉 好汉时好汉 徐征判携手偶像周兴迟 徐徐最近为了出席 第七届亚洲电影大奖 来到香港 在昨晚的颁奖礼上 徐徐指导的商业大片太整 创造了内地票房奇迹 虽然并未斩获任何电影奖项 不过也拿走了 2012最高票房亚洲电影大奖 这次在香港 徐徐还有幸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周兴迟 在微博上发合影 兴奋称 多年以后 我终于心想事成 和我偶像合影留念 曾在春光灿烂猪八戒中 扮演猪八戒的徐徐 终于和大师兄悟空团聚 师兄弟二人分别凭西游 祥墨片和太久 共抢走了约 25亿元人民币票房 印尼不禁期待两人 能够强强联手 合作新戏 对我们大家都一起 就是在聊聊天 然后 兔兔拍喜剧的苦水 不知道会不会有合作 如果有合作会告诉大家 好汉时好汉 王力宏不需林俊杰现身报答 近日王力宏现身上海 为自己即将于4月30号 举办的2013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 宣传造势 这也将是王力宏第五次 登场上海8万人体育场 除了忙着筹备演唱会 王力宏最近还抽空 义务为林俊杰的新专辑歌曲 拉小提琴伴奏 为了表达感谢 林俊杰笑颜 自己愿意现身报答 而王力宏则大方表示 自己不需要 你想起来 我没有 我觉得朋友就这样子 他邀请我拉小提琴 那我就很开心 我不是那种人说 我做什么事为了要报答 小编电评 红迪恋够烦了 这一队就别凑热闹了 好汉时好汉 真子弹论剑 好莱坞女星乌马瑟曼 一个是功夫高手 一个是杀死比尔中的女杀手 他们见面会有什么样的场面呢 上周末 真子弹与好莱坞女星乌马瑟曼 一同现身慈善活动 两人就调皮地摆出了 杀死比尔的经典造型 划山论剑 虽然是初次见面 身为好莱坞巨星的乌马瑟曼 却对真子弹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勒坞天综合报道 前段时间不是爆出 这董景和王大志命有海南吗 是 其实大家只关注到 这个男女主角 是忽略了现场 还有个第三者的名字 第三者谁啊 就是王大志 他母亲 不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男女明星 就约会挺奇怪的 对对对 昨天刚说那个 赵玉婷和高媛媛 同游张家记 也带着是赵玉婷的妈妈 怎么现在又这么个情况 你看看这就没有经验了 你知道吗 这种非常好的方式 在这个旅游当中呢 就可以拉近合适之间的关系 让它合适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不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王大志的妈妈 已经承认了董洁儿媳妇的身份 让这样说来 是有点道理 不对啊 可是据我所知 王大志好像不是说 他还没离婚吗 要照这样说的话 王大志岂不是脚踏两只船 都是跟拍惹的祸 王大志被指脚踏两只船 今日因为无处不在的跟拍 导致王大志与董洁 海南深情拥吻的视频曝光 两人不但深陷舆论漩涡 一时激起千层浪 更为董洁盘月明的情变闹剧 在天猛妙 视频曝光后 董洁和王大志成为千夫所指 董洁一直以来的 纯情女神形象 也变成谷底 对于外界舆论纷纷 董洁王大志拒绝向外界回应 不得了的是 其实不止董洁一个人 是尚未离婚的 红类人士 知情人透露 王大志尚未很逼 在路离婚 在路的微博上 我们竟然发现 王大志和他老婆 今年1月8号 还一起亲密贴脸合照 怎么刚见门交期 2月份就去会董洁了呢 难道说王大志是脚踏两只船 看来这一年头 谁说帅哥不靠谱 口人多作怪 就在王大志董洁婚外情曝光的同时 潘月明正好在这个档口 在某节目上 因为思念儿子而失声痛哭 博取了大众的同情 也让潘月明 董洁继续陷入对峙状态 越来越多的粉丝 加入两人的离婚口水战之中 挺潘月明的 驳斥董洁假一鸣 挺董洁的则是 斥责潘月明 为名为例 是不准偷拍的幕后黑手 最近报道指出 董洁与王大志同友海南 是和王大志的母亲同友 看来两人的关系 已经获得了家人的认可 而另一方面 潘月明董洁的离婚谈判 还未展开 就已经闹得惊天动地 还是奉劝他们 既然为人父母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也好聚好赞吧 好歹你们也曾经爱过 话说到这里 笑边不禁叹气 哎 这年头谁还敢相信爱情呢 都是跟拍惹的祸 张国立坚持原则 杠上记者 有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主办的2012年度表彰大会 近日在北京 举行了入围影片 投票发布会 导演李绍红 和平假张哥等 依次亮相 在投票时 张国立对自己的选票 特别保密 生怕被人偷窥了去 这让在场的记者 各位好奇 但就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居然杠上了 还您就是投了哪些票吗 但您特别保密啊 是 不是顾忌 这是我的一个权利 你们不能够 你们不能够 侵犯我这种权利 坚持维护自己权利的张国立 不得不拿出 小学生防作弊的招数 我挪 我挪 我挪挪挪 看我有的角落 你们谁还看得到 其实我也想跟您说 我刚刚没拍到 拍到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要表示 我对这件事情的 一个不满 其实我刚刚是在够图 那就 那我太敏感了 对不起你 那您对他们 但是如果你构图好了 我不反对 你是不是就拍上了 所以事情都是这样的 当我们发现他错的时候 我们就要纠正 都是跟拍惹的祸 陈冠希希望与狗仔 互相尊重 张周末陈冠希在病 到上海为某潮牌站台宣传 陈冠希自出道以来 就报受狗仔诸宗之呼 不过也不被狗仔好事 谁叫陈冠希你长得帅 自生活又输出看头 对于狗仔偷拍作风 陈冠希倒是很获达 我们大家都都在做自己的工作吧 我觉得那些狗仔应该尊重我们 我们也会尊重他们吧 我已经娱乐圈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了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分别吧 那我也不理 乐三天综合报道 我们常说娱乐圈里面不发劳模 其实远的不讲 竟然仅有两位 对不对 没错 你看我们俩累的 我这个扁桃体都发炎了 你扁桃体发炎 不是前两天是伤了吗 我们真的很辛苦好不好 就说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 从节后开架开始 我们俩就一直上班 都没有休息过 对不对 那之所以产生我们这两个劳模 其实还怪另外一个劳模 对 就是因为她出去打 没错 你说她主持人不好好当 还非得去跑当演员 她还说了 她是不拿奥斯卡 她都不好意思会动弹台 回乐半天 哎呀不好意思 她万一红了一个金色美的 好了 我们不要再说小鱼 要不然这会儿一定会耳根热热的 所以咱们身边 除了小鱼这位劳模之外 还不发另外一位劳模 就是杨女 你说她演员不好好当 她非得去当制片人 还说要说出力不破十的话呢 她都不好意思回去当演员 破十这是个什么概念呀 现在就情况 我随便说说 但是人家杨幂要当制片人 是真的 娱乐圈劳模在发工杨幂首当制片人 获肯定 服务娱乐圈女劳模的称号 昨天由杨幂主演 并担任制片人的电视剧 《游戏时代之烈》 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发布会 值得一提的是 这回是杨幂第一次挑战制片人 从挑选新人演员 到组建暴行工作室 伴仲的工作让杨幂感慨多多 可能以前做演员的时候 可能脚管每天拍戏穿什么 然后发型怎么样 今天睫毛有没有粘好 然后自己的细个部分就好了 那当制作人的时候 你可能要宏观 更宏观的去看一些问题 这部电视剧聚集了杨幂 众多圈内好友 不仅请来 周比场金饭 谭维维 陈法荣加盟 还利欧在致名女生交中 有过默契合作的 余文乐担当男一号 说到杨幂这位制片人 余文乐赞不绝口 不过也调侃杨幂太厉害 尤其是在坎价方面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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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谈价钱也谈得很厉害 没有谈得钱 然后他为了这部电视剧 他付出挺多的 真的 他又要演 然后又要安排 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又要帮忙去抽演员 然后又要 就是管理很多事情 如果是我肯定做不了 刚才你说了谈价钱 没有 太好笑了 秦明的杨幂还沿用了男友刘凯威制片的电视剧剩下晚晴天的班底 虽然男友刘凯威的档期全满未能现身助阵 不过自己在男友的熏陶下耳濡目染 已经小有收获 娱乐圈劳模再发工 刘德华挑战忙吃货 看完了女劳模 再来看看娱乐圈中的男劳模刘德华的最新动作 被刘德华誉为出道以来最难表演的电影《盲探》昨天终于在香港与粉丝见面 这回为了更好的扮演盲人 刘德华在拍片前就多次前往盲人训导中心观察盲人生活 为角色投入甚多 令人猜想 难道是因为宿敌梁朝伟在清风惹中速到了大受好评的盲人形象 所以华在这回才如此用心呢 刚刚进去的时候是努力去演一个看不到东西的人 但是后来发觉整个盲人训导中心 所有人都会让你觉得他们拼命告诉你他是看到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选择了拼命让人觉得我看到东西的一个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虽然有长达两个月的学习 刘德华仁坦言这个盲人角色着实难倒了自己 尤其是当盲人与吃货敌于一身 这对他更是前走会有的挑战 我每一场戏都要吃东西 但是在讲很重要的剧情 然后看不到东西 还要吃 还要不能吃 我这边讲对白的时候 这边要摸 哎呀我现在在吃那个鲍鱼 在找鲍鱼 然后也是很严肃的跟他 所以我觉得他是要一心只用我那种方法去演 乐藩天松河报道 这娱乐圈的发展有多快 其实从这个发廊就可见一般 你看前两年 这个发廊就瞧瞧 这个最多的照片是谁 谢丽丰 对不对 他那发型引起多少潮流 后来免责的很宽的 就被来自一个越南的男子组合取代了 而且我们有封他们叫做 洗剪吹吹吹 我跟你说 你说的那个吧 已经out了 现在呢最流行的是来自 简吹寨的一个男团 他们现在被人们封为 菊 烫 然 我真是想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跪圈带有人 你指我干嘛 你看看自己的发型 你也可以贴上一个标签 洗剪吹十块 菊烫然五块 你会说大了就吃我 对 好了 不要开玩笑了 赶快来看新闻 无形雷不翻你 柬埔寨男团玩爆洗剪吹 在越南洗剪吹 作为华丽翻身小银子饭之后 各位雷友们千万不要担心 声声声的雷人军团 好有助友人 这几位来自柬埔寨的骚年 成功登上雷神宝座 他们就是柬埔寨人气天团 KHSTAR 最近一首翻唱单曲 瑞丁东在中国走红 网友称其狗血雷人 玩爆前辈 越南洗剪吹 HKT 简直就是 浪然啊 这乱七八糟的服装 成江结合部的发型 外加素颜的外表 打心里让人一看就犯触啊 外表印象分零 舞蹈功力又如何呢 天呐 先不说舞蹈技巧是有多浅薄 有多么的没有难度 这几位哥们的舞步 首先就不整齐了 还不如四五流的街舞团队呢 真是天类 人家人忍不住吐槽 柬埔寨的包装又多差 不信雷不帆你 女性性感腹肌画出来 韩国女子团体 吹风 边跳舞 边穿衣服 露出肚脐 性感的腹肌 若隐若现 这是她们的招牌动作 女生腹肌的曲线 被称为马甲线 韩国美魔女郑多燕也有 身材曼妙的郑多燕 最常穿中空小可爱做运动 没有坠肉的腹部 也有肌肉线条 就在肚脐旁边 两条直立式的肌肉 看起来很像马甲 因此被称为马甲线 但蕊凤的成员上前爆料 其实她们的马甲线 是人错的 还说韩国很多女人都这样 就连试衣线也不例外 这样省时又省力的方式 还真值得让人好好学习呢 我觉得很好玩啊 所以我刚才也觉得很惊讶啊 所以等到那个 你告诉我更多 detail 我们也来换换她 对于这种方法 蓝心梅书籍 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马甲线真的用画的就可以吗 就是要两个颜色的粉饼 就是深浅这样子 然后你要大概知道 骨鸽的肌肉的纹理 然后凸蜜凹面 然后再去做加强深浅的部分 用咖啡色粉饼 在腹肌位置铺粉 在线条凹线的地方 加强阴影 前后比较看看 左边没有铺粉的 看不出有曲线 右边有铺粉 加强的线条 真的比较明显 看起来就像是 有马甲线的腹肌一样健美 不能有小腹 对 然后比较没有脂肪的女生 不过化妆师说 讲话马甲线腹部 也不能有坠肉 不然恐怕很难出现出来 女明星身材 前途后翘不新鲜 但现在连马甲线也要讲究 练不出来 还可以用化妆的技术 让人开了眼界 乐饭天综合报道 娱乐乐翻天 欢迎正常大学后 进食火大油玻璃 去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陈鲜 大家好 我是刘斌 刘斌 刘斌 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潮了 竟然不经意地 就感上了娱乐圈 这个流行 我早就说了吧 我是那种 走在时代尖端的人 没错 就是你感上了娱乐圈 晚婚的流行 晚婚有什么不好的呀 那问题是 娱乐圈有这么多女明星 她为什么会晚婚呢 说起来她们都那么漂亮 你看你 男朋友应该不难嘛 我觉得你说这话 你就是酸你知道吗 你就是后悔了 你没赶上这潮流 这有什么 我赶上另外一波潮流 就是女明星当辣妈的朋友 这样吧 好吧 那你跟我剖析一下 你说为什么娱乐圈 女明星都那么晚婚呢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你看 就是工作比较繁忙了 然后像我这样 就做小优秀 然后这身边的追求者太多 也不知道选哪一个好 你们不要把你搭上呢 不搭上 我觉得你说的话 还比较有可信度 但是你说对啊 就是女乐圈女明星 比如说如果没有男朋友 她晚婚可以理解 但有一些女明星 她有男朋友 为什么她晚结婚呢 这我觉得不太理解了 嗯 是好 有种也好不好 你看她不是这么说的 这有问题 好 赶快来看新闻吧 明星晚婚正流行 阿娇专心恋爱 暂无结婚打算 最近与韩国男友Taylor 高调爱的阿娇 昨天为宣传新电影 终极一战 来到一代宗师 叶问的故乡 也许是爱情的滋润 当天阿娇心情大好 卖力宣传 情路总算有了新对象 阿娇现在应该幸福无比 不过没想到的是 阿娇男友曝光后 却招来网友很多批评 唱吹了其貌不扬 直言道 长相配不上女方 对此阿娇赞然回应 她是我的选择 别人怎么说 都不关我的事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再说男生只要有本事就好 美貌就留给女生拥有了 目前和男友感情不错 不知已过而立之年的阿娇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呢 我还没有结婚的那个打算 明星晚婚正流行 陈冠希称结婚遥遥无期 同样也是当年艳照门的主角 陈冠希的爱情也过于稳定 与22岁的台湾女友 时常在微博上晒甜蜜 竟然谈得火热 事业也没落下 今年陈冠希除了发片 还有拍电影 再加上潮牌的生意 估计收入不菲 曾经扬言说赚够2000万美金 就结婚的陈冠希 不知距离目标 还有多久能实现 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我每一天都会改变 然后其实现在不是为了钱 而就为了另外一些东西吧 想做一些可以让我华人的年轻人 可以感觉到我的影响 明星晚婚正流行 李小冉结婚随缘 今年已经37岁的李小冉 和男友燕破的好感情 在圈内有目共睹 自2010年燕破被看之后 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定 昨天当李小冉在为自己的新电影 指杀令宣传时 就被记者问及有无结婚打算 没想过 那你是一个不关的女人 也没有 就觉得很累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我觉得结婚随缘分吧 就跟要孩子是一样的 会 一定会的 乐藩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区娱乐选微镜环节 那昨天娱乐选微镜问题的答案呢 就是小S 恭喜屏幕下方 这位微博网友 将获得玻璃区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中国联通范蕾奇谭杰西 福州校园歌友会的门票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 请问画面上这个拿着奖杯的人是谁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就赶快登陆我们乐藩天的官方微博告诉我们 这样呢就有机会获得由玻璃区提供的精美大礼包一份 还有3月29号 中国联通范蕾奇谭杰西 福州校园歌友会的门票哟 嗯 好了 以上就之前所有的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天心 我是刘斌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